我们是金门高中学生权益平台小组 而接下来这部影片将会介绍我们架设学生权益平台网站的过程 首先,第一步便是感受 我们首先去采访了许多曾经在学校中遇到学权问题的同学们 并且去了解他们曾经想要追求权力救济的过程中 曾经遇到了哪些困难,而如何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呢 在经过了许多讨论后 我们决定架设一个属于我们专属的学生权益平台 于是,我们便进入DFC学习思考的第二步,想象 为了推展这个学权网站项目的实际性以及拓展我们的思考 我们找到了学校的辅导师主任和前任学务主任 在和辅导师的讨论中 我们了解了实际执行师常常发生的事 其中包括很多案子曾以学校人员既过事由不合章程 违由得到快速的解决 以及因学生资讯不足如不知道维权期限或章程 造成之意外情况 这种多角度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识别 和解决学生在学校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透过与辅导师主任的深入交流 我们不仅对学校维权流程有更全面的理解 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到了学生权益案件的多样性 接着便是实践阶段 为了建置网站 我们使用Bluehost作为我们的伺服器 并使用Wordpress作为我们的内容管理系统 从中能够轻松地添加新的功能和设计元素 同时保持网站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此外我们还利用各种插件和主题 来增强网站的功能和美观 然而架设网站并非一帆风顺 我们遇到了伺服器当机 板面跑掉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网站的运行 也对我们的团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但最终我们透过咨询Bluehost的客服团队 以及利用网上的资讯 我们最终一一克服了这些问题 在使用了DFC学习法后 我们在经过努力 终于完成了架设网站的目标 并有了成果 那么我们该如何造访这个学生权益网站呢 我们在Google搜寻关键字 金门高中学生权益平台 点击进入 这时我们就进入首页 在首页上方有三个按钮 分别连接了常用连接 首页及官员团队 若是这时向下滑动 便可进入三大区域 分别为书面陈储 成绩问题 及服装仪容 为何选择这三方面呢 因为听过辅导老师的资讯后 我们发现这三大项目 正是金门高中学生最常日到的校围问题 接着 如果点进书面陈储画面 里面就以条列式的方式 整理了许多书面陈储的资讯相关 参考 另外也可以在下方进一步 延伸至申诉的页面 申诉的页面向下滑动 可以看见 以QA方式进行整理的各种注意事项 右手边则是有各式申诉书 及相关文件供餐 救济过程的部分 我们也在申诉之后的再申诉上 做了补充说明 而我们拉到最底部 可以看到影片资源 及更多的法律知识连接 在更下方 还有我们的粉专 及IG账号的连接处 现在我们回到首页 点入常用连接 可以发现里面整理了许多 相关的学习资源 跟金门高中学生使用 至于在右手边呢 若我们选择进入团队选项 就能看到我们的制作小队简介 以上便是金门高中学生权益平台的 成果简单介绍 若有兴趣 欢迎至留言区 点击连接 进入官方网站 于是 在完成了所有的架构后 我们便着手进行 分享 也就是第四步骤 我们首先 在学校的SDGS专题课程上 进行专案分享 过程中 我们也收到了许多 很有建设性的回馈 同时 我们也利用FB粉专 与Instagram账号宣传 最后 我们的网站后台显示 浏览人数 来到了676次 希望我们的权益平台 能帮助更多迷惘的 金门高中学生 让更多人 在面对学权问题时 不再担忧 留线 并且好 把笔选择 我们的权益平台 权益平台